嗨,大家好,我是金珍菇Mushroom 今天我们来看一看 Minecraft,我的世界,史蒂夫和艾尼克斯,大冒险,旅行者和女 导读,如果你玩过我的世界这款游戏 那么你对这个游戏创造的世界一定十分了解 我的世界有可供彩蛙的方块组成 里面有可能和你互动的生物还有美丽的风景 但这个世界充满了未知的风险 女巫僵尸囊等随时可能给村民和玩家带来危险 这是故事的主角 是我的世界的游戏初始人物 史蒂夫和艾尼克斯外加一头搞笑的毛驴 在主世界中冒险的史蒂夫 有一天偶然遇到了艾尼克斯和他那头会说话的神奇的毛驴 两个人不打不相识 在消除误会之后成了朋友 共同前往下一个村庄 想要在那里找个旅馆休息一下 拿到村庄之后 却发现村庄一个人都没有 这代表是个神 主世界即将迎来新的一天 此时在森林里 史蒂夫正靠着一颗熟睡 终于他醒过来了 睁开了眼睛 天终于亮了 史蒂夫站起来 伸着懒腰打了个哈欠 真是漫长的一夜 火还没灭太好了 至少在黑夜里它能让嗜血的怪物离我远一点 哎呀 背好疼 都是因为睡在地上 我的后背现在僵硬又酸痛 要是我没记错的话 附近有一个村庄 不行去那里 大概只需要一天的时间 我想我可以到那个村庄找个旅馆住上几天 从地上换到柔润的床上 睡一觉肯定舒服极了 也许到时候我还能和村民交换点东西 你说什么 吐着我的计划听起来不错 对不对 哎 我都开始和哑巴动物说话了 一定是因为我一个人在森林里待的太久了 可惜我说的他们一个字都听不懂 我最好快点找到人类同伴免得最后疯掉 开始自言自语 其实这么一想我已经在自言自语了 哈哈 史蒂夫的失去突然被不远处传来的尖叫声打断什么声音啊 史蒂夫被吓得不敢动了 他的意识到父亲可能有危险 独自一个人在森林的时候必须随时注意有没有危险 史蒂夫把剑取出来了 安全地以小心为妙 他透过树丛望去看到空地有一个女孩和一头驴 女孩似乎在跟驴讲话 驴竟然从喉咙里发出奇怪的声音回答他 而史蒂夫完全听不懂 哎呀疼不疼 疼我走到全市市的金吉林里去了 树枝打到我的脸上疼死了 哎你要小心走路的时候看着点 我知道毛驴不用你来教我 史蒂夫看着他们紧张的腿都快抽筋了 他动了动一只脚 却不小心踩断了一根小树枝 哎坏了 咔嚓 女孩听到响声 无闪电般迅速取出一把 钻石键然后转过身去 是谁在那里 史蒂夫一动不动 糟糕 我能闻见他的味道是个懒 但我觉得好几天没洗澡了 快出来 废物者我放恶狼出来咬你 他们用了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就能帮你深蹲 史蒂夫把脑袋探出来 狼你说有狼 把剑放下 举起双手 走出来 立刻 史蒂夫按他说的 做了我的天啊 狼在哪里有没有看见狼 我骗你的 根本没有狼 啊啊这么说你是个骗子也许吧 但也比你这种偷窥狂好 哎呀麻烦来了 谁是偷窥狂 你我不是 你就是 不是就是 天哪 不然你为什么在书虫 你偷偷摸摸的观察我 我没有偷偷摸摸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 谢谢大家的收看 拜拜 拜拜